上周的王牌对王牌 减小因为话少上了热搜 毕竟他可是说一句话 就让沈腾甲铃激动到 犹如唤醒植物人的秘之嘉宾 除了话少 江湖上还流传着 不少关于陈晓的传说 比如他要换造型 走熟男路线 还偷偷学会了小提琴 今天我们就请他本人 前来打假 看看你对他的猜想 会不会被反套路呢 私下弄不了 霍道在造型上帮我尝试了一把 让我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买兴奋 买兴奋的时候就觉得 终于看到好像不太像自己了 心里就开始有底气 就说OK我可以 去创作一点什么东西了 好像得到了一副新工具 我可以拿这副新工具 创造一些新的画面出来 原来是电影如影随心导演 霍剑奇 为他的男主角陈晓打造的发型 听陈晓的意思 我们只能先在电影院感受他的熟男风了 不光能保眼福 我们还能在片中一保耳福 因为陈晓要拉小提琴 那么下一个猜想来了 小提琴真的很难 非常难 找了很多超级大乐团的老师们 都是很厉害的老师 半年吧 有的时候就觉得小的时候 多学点乐器挺好的 而且这个戏也让我重新 去开始去听一些交响乐 真的是找到一个新的爱好 虽然记忆不太精 但却因为学琴培养了一个新爱好 陈晓这电影拍得超纸了 更值得是他还写了一个 困扰自己N9的谜题 杜娟到底有多高 没错 这部电影的女主正是杜娟 所以下一个猜想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了吧 高是高了 但是不冷 之前我都没见过他真人 那天早上我很早起来 去健身房跑步 我跑完步了以后 我看到有一个黑色的身影 完了以后往游泳馆那边过去 然后我看到 我回头看的时候 看到他是他的背影 我规摸了一下身高 应该就是杜娟了 我还没看到他正脸转过来 我从背影打亮了两秒 后来总结了一下 也不会特别高 接下来我就很有自信地去面对一切 听听陈晓这内心戏 怕是第一次遇到 害怕女演员比自己高的情况吧 好在最后他以一厘米的 微弱优势取升 还感到到了女神高冷外表下 随和的内心 不过杜娟不冷是有实锤了 可你话不多这一点 也是永无公睹的吧 夏洛特百脑 哇 哇 哇 吹小说话了 他说话了 我觉得是他们在带节奏 其实我当天我还努力地讲了不少话 但是给他们一说 你说真小开口说话了 好嘛 一洗脑 大家都觉得我不说话了 这下陈晓亲身证明了这句话 不知道明天就上映的电影 如影随心的他 会不会继续这种传说呢 订好票电影院走起呀